以赛亚书第十章 那些制定奸恶律利的 和那些记录诡诈叛语的 有祸了 他们想借此驱往穷乏人的公义 剥夺我子民中困苦人的权利 使寡妇做了他们的略物 使孤儿做了他们的卤物 到降乏的日子 有灾祸从远方来到 那时你们要怎样行呢? 你们可以向谁逃奔求助呢? 你们可以把你们的财宝撇在哪里呢? 你们只能屈身在被掳的人中间 或是扑到在被杀的人中间 虽然这样 耶和华的怒气还没有转效 他的手仍然伸出 亚述啊 我怒气的棍子有祸了 他们手中拿着我愤怒的杖 我要拆派他去攻击一个不敬钱的国 吩咐他去攻击我恼怒的子民 掳去掠物 抢夺掳物 把他们践踏 像街上的泥土一样 但亚述并没有这样想过 他心里也没有这样打算 他心里倒想毁灭 剪除多国 因为他说 在我手下的众领袖 不都是王吗? 加勒罗不是像加基米斯吗? 哈玛不是像亚尔拔吗? 撒玛利亚不是像大马士革吗? 我的手伸展到这些充满偶像的国 他们雕刻的像 比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还多 我怎样对待撒玛利亚和其中的偶像 不也照样对待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吗? 主在西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全了他一切工作的时候 他必说 我要惩罚亚述王自大的心所结的果子 和他眼目高傲的态度 因为他说 我靠着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行事 因为我很聪明 我挪移了列国的地界 抢夺了他们积蓄的财宝 并且我像个勇士般 使他们的居民全都俯伏下来 我的手伸到列国的财宝那里 好像抓到鸟窝一样 我取得了全地 好像人十几倍气的雀弹 没有动翅膀的 没有张嘴的 也没有鸣叫的 斧头怎可以像用斧头砍木的人自夸呢? 锯子怎可以像拉锯的人自大呢? 好比棍能挥动那举起棍的 又好比杖举起那不是木头的 因此 主万君之耶和华 必打发令人消瘦的病 临到亚述王肥壮的军人中间 在他的荣耀之下 必燃起火焰 如同火烧一样 以色列的光必变成火 他的圣者必成为火焰 在一日之间 把亚述王的荆棘和吉林焚烧与吞灭 又把他树林和丰盛果园的荣美 全部灭尽 好像一个患病的人渐渐虚弱一样 他临终剩下的树 树木必定稀少 连小孩子也能把他们的树木写下来 到那日 以色列的渔民和雅各家逃脱的人 必不再倚靠那击打他们的 却要诚实地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 那些渔民就是雅各家的渔民 必回转归向大能的神 以色列啊 你的人民虽然像海沙那样多 却只有余生的人可以归回 因为灭绝的事已经定了 公义必如洪水泛滥 主万军之耶和华 必在全地之中 做成一定的毁灭之事 因此 主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 我的子民 西安的居民啊 亚述人虽然用棍击打你们 又像埃及一样举仗攻击你们 你们却不要怕他们 因为还有短暂的时候 我向你们发的恼怒就要完结 我的怒气要转向他们 使他们灭亡 万军之耶和华 必兴起鞭子攻击他们 好像在俄立盘石那里 击杀米甸人一样 他的杖要升到海上 他必把杖举起 像在埃及一样 到那日 亚述人的重压 必从你们的尖头上挪开 他们的恶 必离开你们的景象 那恶 必因肥壮的缘故折断 亚述人来到亚叶 经过米基伦 在密末存放军队行装 他们过了爱口 在加巴住宿 拉玛人战惊 扫罗的基比亚人逃跑 加林的居民啊 高声叫喊吧 莱撒人和可怜的亚拿图啊 留心听吧 玛德米纳人逃跑 鸡饼的居民避难 就在今日 亚述王要停留在挪伯 他要挥拳攻击西岸居民的山 就是耶路撒冷的山 看哪 主万军之耶和华 在可怕的震撼声中 把树枝削去 身量高的必被砍下 高大的必被罚倒 树林中的密丛 他必用铁器砍下 黎巴嫩的树木 必被大能者罚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